天啊, 天啊 來到第二部分 我們分析一下未來錦標 這場是亞洲理循環賽的手斬 之後還有免稅店盃 香港的冠軍一利和安田 但未來錦標今年轉為1400 不是跑1600 1400, 兩個彎 怎樣?有沒有標準? 我覺得最大請猜就是大佬 去年明明是跑1600, 跑路 對… 對, 今年跑1400, 真麻煩 1400也比較麻煩 幸好這次出馬比較少 因為起步之後 就一直要慢慢轉彎 1400就這樣 在外檔的馬很冷 起步一開步轉彎, 當然是吃虧 幸好這次只有10匹馬跑 就算排到最遠, 問題也不會太大 因為彎是比較鈍 就不是銳彎平衡, 會比較容易 如果在網絡這場 今季那隻… 近跡比較好的就是多福慶 近年四場贏了三場 看他之前因為贏得挺厲害 其實今年… 我覺得這場可能比較簡單 在香港表面上簡單一點的賽事 就很濃烈 是 應該這場簡單一點的未來錦標 應該是挺簡單 而多高興 事實上, 他金貴真的厲害 金貴 他贏了幾場之後 其實上一次在郭士盾 如果是順可成真 我們昨天都已經這麼說 因為他高興去跑二千 所以可能會輪盡一點 事實上, 陣中 都比我們預期留得比較厚 所以他回來後 當然不太多 當然 對 但其實你跟著… 好了, 輕輕休息完 之後 他上次跑二級跳躍馬的錦標 二四輪 即是說這個馬 他基本上除了銳器很勝 基本上你在澳洲 除了對順可成真 那些馬王級的馬之外 他也是… 他也是準馬後級的 他始終跑了幾場 跑了十五場 跑了十五場, 十一圈一個批 他準得這麼厲害 應該是他的朝代開始 是 台風翠絲就已經腿翼了 其實如果大家同級的馬計數 他是台風翠絲一級 一定有, 我相信 至於在郭士盾跑輸 其實郭士盾是什麼賽事 郭士盾對比澳洲其他一級賽事 是跳級多少的賽事 就是他一級之中的一級 對… 你第一次去跑, 加程, 走上去 回來就跑第五 就是在前的獎金名次 是很好水準 你一縮回去跑自己 原本最適合的路程 根本對著這組對手 很多都不適合路程 反過來看 所以他的優勢就很大 所以改正就可能他是受惠者 縮回後才行 他千龍都行, 他千龍都行 他千龍都行厲害 而且看他在十月中贏那場 這次也有分跑, 狂哥勁武 他真的挺厲害 從中途一穿上來, 說過你就過了 對… 不過我想他跟狂哥勁武 可能實力上也有很大分野 其實當時的多高興 也未是現在那麼聚 而且他也未確立到 他真正正是頂級水準 但我想現在… 就算輸了郭士盾之後 今年也最低限度 兩場一級賽、兩場二級賽 現在沒有台風翠絲 而且經過郭士盾的洗禮 肯定是中距離一級賽 肯定是頂級賽 對 另外一種我們比較熟悉的 就是這個瑞與同行 他也是很準確的 跑了25場 怎麼說, 多少? 8輪 十幾個比 對, 十幾個比 這是怎樣?跑千四 他就是… 不要遇到真正的馬王級分子 那些賽事, 他贏面比較大 其實我記憶上我們轉播過來 他也沒什麼好收場 就是贏了 他也好像二、三、三 甚至上不了名 他這次的問題 如果對比多高興 路程上他沒有多高興這麼轉 又是擔心他這件事 吸數他就有了 但問題是… 而且他要… 我看他這麼久 我想要給他一點時間 去翻牆 會好一點點 現在他始終是經過一段時間 重新再重新 我相信 甚至他的目標 是否來未來錦標 因為他還有澳洲盃可以來錦 是… 那一場我相信是他更適合跑的賽事 所以這場賽事 他是憑他的底質去跑 會近的… 但如果你說了轉 他不夠多高興轉 稍稍是這方面不足 事實也是 因為多高興很明顯 這場是目標 是… 但你看到隨意同行 其實不僅是這次 甚至乎在今季的季初 即是九月那時候 他雖然說是贏了 拿督陳振南錦標 但是… 當時是1,600 但你看到他… 他一而再 即是他遇到信多成真 都不能跑 輸 但他也是可以進來 次馬王級 他也是次馬王級 但問題是 路程上 他跟多高興的確是有分 當然 我們不會懷疑這些馬 縮下去跑 都一樣有這麼大的威力 因為很簡單 他八月那時候 在文西錦標 他不一樣跟信多成真 一起回來 當時還是1,400 我不會擔心他跑1,400 是不能夠跑到的 但問題是 你對著人家 目標明確的多高興 你會虧少少 要留意 因為這場賽事分明讓榜 多高興是貼馬 更瘦仰 他要讓… 所以他虧少少 讓四磅 他發生一望 再數下去 瘦球花上 早兩星期就在可以錦標 即是跑了比賽 輸比賽,台風翠斯 轉過來 對,未來錦標 有得搶嗎 有得搶的 第二、三名的機會 你們真的猜不到 有些意料之外 因為這部分 過往給他的評價 千二馬 很標準的千二馬 千一、千二 靠後上追一段 整天可以上來殺光 但今年真的似乎有些進步 尤其是跑到近 千四都到 對台風翠斯也好 或者跑拍天立的經典錦標 跑千二直路 他都可以硬硬地 去到第三名的位置 我相信他的級數在這段時間 有些進步 他自己有些提升 現在他是靠大勇的狀態 跑千四米 是勉強一點的 你問我就覺得 但問題是他這麼健碩 這組對手很多都不健碩 他有機會進來 其實同意 因為去年明明贏了天下錦標 他被人失敗了 是 打算他都散了 但他休息一休息 這幾場 在十月之後復賽這幾場 他又跑得不錯 他真的猜不到 甚至乎來香港發香港 端途錦標 他也是跑得近 還有得到獎金 證明了他真的有些進步 而且也好像不是去年 我們見過的這隻獸球花 這樣的水準 所以我也覺得這場 因為除了剛才說的 多高興、水同行之外 其實我又找不到有幾多隻 即是吸數會吃得住他的買動 所以我也覺得他會挺近的